逛街拍照吃美食 平常工作这么辛苦 2020春节七天廉假 真的好想出去玩 不少人计划洗假带卷爬爬走 航空公司趁机抛出优惠 促销服务好都OK 因为本身就很喜欢去日本玩 或者是韩国都OK的 因为它比较属于很方便又很近 如果有优惠当然可以考虑 甚至全家都可以去 庆祝一家自华航年终促销 不手软香港三千五 东京六千八 夏威夷洛杉矶温哥华机票下沙 一万七千元起 而今年才开县港航线的长荣 也祭出来回机票七千游找的优惠 这个北美的话 大概有一两成两三成 那日本大概也有一两成 航空公司的年终促销战 可不仅限国航 阿联雄直飞杜败两万游找 库航东京制药五千一 而英国航空欧洲航线最低 一万五千元起 泰式航空到曼谷更是不到五千 不过台湾人最喜欢的旅游地点 还是以日韩为主 碰巧最近日元走变线 吵架闯一年新地点 航空公司旅行社推促销 抢2019最后一波商机 民众想出国玩 可以趁机借便宜 安排一趟美好的旅行 来迎接2020 接下来就继续下一位 台湾报道